好 我们请Jason弟兄帮我们读出来 今天的经文 Jason要打开你的话筒 OK 好的 兄弟姐妹 周日平安 今天的经文是生命纪一章一字八节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舒服对面的亚勒巴 就是巴兰 陀佛 拉班 哈西路 迪萨哈中间 一项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从和列山经过西尔山到加迪斯 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 出埃及第四十年 十一月初一日 摩西遭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小于他们 那时他们以击杀了旷西石墓的亚摩利亚王西红和旷彼得来 亚斯塔路的巴山王河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 耶和华 我们的神在和列山小于我们说 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亚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 就是亚拉巴 山地 高原 南地 沿海一带 迦南人的地 并离巴嫩山又到又巴拉底大河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其是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 好 谢谢Jason弟兄帮我们读出来今天的这个经文 所以我说我们从今天开始 《生命记》我们会分八个主日 我们来有一个正道的系列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第一章的一到四十节 那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正道的题目是最宝贵的传承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或许你想过或许没有想过 有点沉重 但是其实你如果看得开的话 应该这个问题应该想明白 就是假如你知道自己还有一周时间 你需要离世了 你会向后人交代什么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生命记》 其实它的背景就是这位摩西 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摩西 是在他在世的最后的一段日子 具体多长时间啊 我恐怕很难告诉你 但是基本上可能最多是几十天的时间 也可能是两个礼拜 也可能只是一个礼拜 所以他在最后 他在他生命的最后的这一段时间 他去向他所带领的这些百姓 再去回忆在过往所发生的事情 那一会儿我们再来说 我们首先是 大家基本上有一些印象的话 我们如果思想摩西在世了一生 摩西总共活了多少岁啊 一百二十岁啊 所以也很有意思 他这一百二十年 基本上就是分成三段 每一段有四十年 这基本上在最初的四十年呢 他是在埃及的宫殿当中 他是一个尊贵的王子 所以头四十年是做埃及王子四十年 但是因为他杀了人 他不得不跑路 所以就逃离了埃及王宫 到了米殿的旷野 然后他在米殿的旷野 做牧羊人做了四十年 所以从一个埃及的王子 到了米殿的牧羊人 一个巨大的反差 但是神的计划就是这么奇妙 就是让他在这四十年当中 去磨练他 去预备他 都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第三段这四十年 所以第三段是他在旷野当中 领导这些应该有两百多万的 以色列的这些百姓 摩西领导他们 从埃及脱离法老之手 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 当然我们也记得在这整个过程里边 有发生了多少精心动祸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 除了一开始的那些石灾 过红海 当然中间还有各样的 神迹奇事的出现 但是在这四十年当中 摩西以及这众百姓 他们实际上也是行在神的计划当中 是为了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所以这也是生命纪 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 他们需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那么简单的来说 我们中文把这卷书的名称 翻译成为 生命纪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翻译 简单的说 就是我圈起来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摩西在这里重申 神的诫命 所以生命 重申神的诫命 基本上在摩西 人生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摩西他要把最宝贵的东西 传承下去 什么是最宝贵的呢 概括的来说 两大方面 你们从这图里边 你们大概能看出来 这个描述的是 他们过红海的时候 以此来代表 神大能的作为 神如何彰显 他大能的作为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摩西 拿着两块石板 上面有神 所赐给他们的 这个十戒 这就是神的诫命 当然神的诫命 不单单是有十戒 还有其他的 很多详细的 律例典章 那么基本上 当我们来看 《生命记》 这卷书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 这个背景的概念在这儿 就比较容易去理解 而且我也特意的 把《生命记》 六章四到七节的经文 放到这儿 尤其是第四节 他说的就是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你要听 这个在原文 希伯来文里 希伯来文里边呢 其实就是一个词 叫做 什么 什么 就是你要听 这个听呢 我刚刚上个星期 在小组学习里边 我也有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分享 这个听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听 不是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的听 而是听从的听 所以在这里 清楚的表明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要明白什么呢 耶和华神 是我们独一的主 然后 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说 生命记事 在重生神的诫命的时候 我们不要局限于实戒 或者说 旧约的这些律法 其实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是凡出于神的话 我们都要记在心上 而且不光是我们自己 记在心上 我们也要与人分享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儿女 要殷勤教训他们神的话 OK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 这个一到四十节 大概是怎么样 一个内容 那我今天呢 会以这幅地图呢 为主 我们一边看着这个地图 一边帮助我们理解说 这个经文在讲什么 那么首先 在一到四节 这里是交代了 这个生命记 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背景 第一节说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 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然后我省略了一大堆名字 它其实是描述 它那个具体的位置 但是基本上 这个告诉我们 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哪里是约旦河 如果大家对这幅图 有印象的话 这条就是约旦河 所以在约旦河东 也就是右边的 这个旷野的地方 摩西 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所以整卷书 都是摩西在这里所讲的话 然后第三节 告诉了我们 除了这个地点之外 告诉了我们时间 是初埃及第四十年 十一月初一日 当然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明白 这些话 不光是摩西自己所说的话 更是什么呢 是摩西照耶和华 借着他所吩咐的 以色列人的话 都小于他们 所以最重要的是 这些话是出于神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去了解 在这些话当中 到底说了什么 以及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它是否还有意义 当然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看五到八节 摩西在这里 其实是 可以说它是一个回顾 回顾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 我帮助大家 我写在这里了 是三十八年前 所以还记得吗 刚刚读的是 他们现在是出埃及四十年 但是摩西回忆回到三十八年 为什么呢 这是我帮大家 已经推算出来的 已经了解 为什么 摩西这个时候 他就说 耶和华 我们的神 在和列山小域 我们说 所以摩西在这里 点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地点 就是和列山 所以大家如果看这幅地图的话 刚才我们说 摩西是在这个地图的基本上 右上角这里在讲话 但是他现在提及的是 这个地图中部最下端 这个和列山 或者说我们常常用的 另外一个名字是叫西乃山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他们在那里领受了神 所赐给他们的十戒 律法 当然摩西在这里提及的是 当在那边发生了很多事情 他们住了一些日子之后 神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要起行 你们在那住够了 要起身 要开始行军了 要开始去预备打仗了 去哪里呢 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 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 哪里是亚摩利人的山地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从西乃山 一路向北 那这里这个小字 如果你们能看清楚的话 这里就是亚摩利人的地盘 所以在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地方 叫做加迪斯巴尼亚 我刚才故意的没有读第二节 其实在第二节讲得很清楚 从和列山或者西乃山 经过西尔山 西尔山大概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到加迪斯巴尼亚 也就是这里 这个大概也就是70公里左右的路程 但是因为它是在旷野 崎岖难行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从和列山到加迪斯巴尼亚 要走多长时间呢 有11天的路程 也就是11天的路程 他们就可以走这么远 所以神这个时候命令他们 你们要离开和列山 要到亚摩利人的 他们的地盘去 攻击他们 因为我已经把这块地 预备给你们了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所以大家看到这块粉色的 整个这个范围的 亚摩利人的地盘 地界是从这里开始 然后神要命令他们 要从这里进入 这个整个这个地 这块地是什么呢 就是耶和华 向你们列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启示应许 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所以神告诉他们 时间已经到了 你们现在要听我的话 你们要从这里上去 然后从攻打亚摩利人开始 我已经把这块地 都摆在你们面前了 你们只要上去 你们就能得这地 所以大家记得 从这里到这里 是11天的路程 从和列山到加迪斯巴尼亚 然后摩西 当然我们也知道 摩西在这里说的 9到18节 其实对应的 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里边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内容 其实是摩西的岳父 给他出的主意 你一个人 你怎么能领导200多万人 你现在是要管理他们 而且现在是要出发到那边 去跟敌人征战 所以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要设立领袖 设立更多的领袖 让这些领袖 能够他们有一个 有条不紊的一个架构 去管理 而且能够作战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们如果能回想起 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摩西 要求以色列百姓 按照各支派去选举 有智慧 有见识 为众人所认识的 首领 所以十二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 都选出他们的首领 当然 他们除了这些首领之外 他们还有其他的 一级一级管理的 这些领袖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 让我们去理解一个事情 就是 神借着摩西 去领导以色列人 但是 他一个人是不够的 所以这些领袖 要与他同担重任 那么除了这些领袖之外 其实每一位 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身上 都有不同的责任 当我们讲到 各尽其职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到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求神 去拣选一些 神 要使用的 这些领袖 而且 不光是这样 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在其中 都有份 我们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我们要 一起 平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们要为主征战 我们要去得 神 要我们所得的应许之地 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他们就 从这里起行 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 他们从和列山起行 然后经过 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 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 就到了 加地斯巴尼亚 所以加地斯巴尼亚 是他们在发起进攻之前的 一个 营地 他们扎营在这里 然后要在这里 预备发起进攻 但是 在这个发起进攻之前 他们要派出一些探子 到敌方的 那边去探听虚实 了解他们的土地是怎么样 了解他们的城池是否坚固 看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一些人 我们是否可以打败他们 当然在这个当中 发生的事情就是 概括来说 摩西 说你们在这世上 却不信 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探子 返回来的消息 去了十二个探子 当中十个都是负面的 只有两个是正面的 回应 所以十个探子 所带来的负面消息 可以说把以色列百姓 吓破胆了 他们说 哇 这些 我们的敌人 都是人高马大 像巨人一样 然后他们的城池是坚固无比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战胜他们 算了 我们不打了 所以简单的来说 神是为他们预备了那地 让他们进去 你们进去 这就是给你们的列祖 和你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 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计划 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就好了 但是以色列人 他们却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他们胆怯 他们恐惧 他们萎缩不前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从人的角度去看 所以他们从根本上来说 是他们不信这位神 能够使他们得胜 所以 大家还是看这幅地图 从和列山到加迪斯巴尼亚 这个路程走多久啊 刚才说 11天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 这个弯弯曲曲的路线 这些就是 以色列人 在旷野当中 他们从了 出了埃及之后 然后一直到 现在摩西 在跟他们重申神的诫命的时候 这四十年 这就是他们四十年 所走的路 我特意把这一段加粗 这一段实现的 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一段是11天的路程 那么加上其他的 这些按比例来说 你再怎么难 其实总共加在一起 最多也就是几个月的事情 但是他们足足走了四十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在这三十八年前 他们不相信神 以至于 神听见他们的话 就发怒 启示 说 这恶世代的人 什么叫恶 或者是罪 我们常常用的 罪恶过犯 在神面前 这些都是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背逆神 背逆 不信神 背逆神 所以神就说 这恶世代的人 这整个世代 你们在神面前都犯罪 你们不信神 然后要连一个也不得见 我启示应许 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 如果你们看到 这个上面 右上角 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是多少呢 六十万 三千 五百 五十 这个代表是什么 是人 六十多万的人 超过六十万的人 这是在民数记 一章四十六节 当时数点 他们数点 民数 这个超过六十万的是 当时 年纪已经过了二十岁 可以行军打仗的 那些以色列的男人 超过了六十万 但是神在这里说 他们这些人连一个也不得见 应许之地 当然这其中有例外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绿色的经文 这里就是神提到的其中的两个例外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们派出的十二个探子当中的 其中的两个 回来 报好消息 然后鼓励以色列人 要上前攻击的那两个探子 一个就是耶夫尼的儿子迦勒 还有一个是嫩的儿子 约书亚 所以这超过六十万的 二十岁以上的男丁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都不能进入 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帝 甚至包括谁呢 摩西自己说 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 为你们百姓的缘故 也向我发怒 说 你必不得进入那地 连这位 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 四十年的这位先知 摩西 他也不得进入那地 那么悲惨 然后神在这个时候说 至于你们 你们这些百姓 既然你们不愿意上去得 我为你们所预许 所预备的应许之地 好吧 那么你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 往旷野去 所以这个虚线 本来是他们应该从 迦南地的下端进入 得到整个迦南美帝的 但是现在他们不愿进 他们只得转回 再向旷野漂流 这一漂流 就是三十八年 所以经过了前面的两年 以及这三十八年 现在是出埃及之后的 第四十年 现在他们已经到了 约旦河东的旷野 这里是摩押地 摩押人的地 所以在这个时候 神又要他们跨过 约旦河去进入迦南地 这一次就不是从南端进入了 这次是从东面往西 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帝 这弟兄姐妹 再看一下这个数字 刚才说的是 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 我现在把它分成了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多么大的反差 六十万三千五百四十八 比二 可不可怕 弟兄姐妹 如果想到在新约里边 主耶稣怎么说 要进神的国 那个门是窄的 有时候就窄到这种程度 但是那个门并不是说 因为它窄 进不去那么多人 问题不在于那个门 而在于人是否选择进去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要不要 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当时有超过六十万的人 他们选择了不信神 不听从神 以至于他们不能承受 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帝 其中有两个 他们选择了信神 听从神 他们就要承受这个应许 六十万三千五百四十八比二 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要认真面对的数字 更是要认真思想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做出什么选择 我们要选择 我们要选择 信神 那么在生命纪当中 重申诫命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这个听 就是要听从 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信神的时候 我们要听从神的一切的话语 我们就必将承受神美好的应许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选择 这里边好像是我们常常 我们中国人喜欢说 法不择众 我们常常我们会有一个从众心理 我们以为说人多的做的选择 基本上应该是对的 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 不在人多人少 更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选择神 或者说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有没有选择基督 因为要进神国的那个门 就是基督 当我们看了生命纪 一章一到四十节 这里摩西所回顾的 三十八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在新约 格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十三节 这里也有提及 其实我不需要过多的解释 但是我想 我跟大家一起把这个经文 读出来的时候 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 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零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所以那六十多万人 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们都领受了 而且经历了属灵的恩典 而且那是出于主基督的 所以让我们表明 向我们表明 主基督 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 三位一体的神 其中那一位 这些人 他们虽然经历了 神如此的恩典 但是他们中间 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拜偶像 像他们有人拜的 如经上所记 百姓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 像他们有人行的 一天就倒闭了 二万三千人 弟兄姐妹 我们要留意一下 在圣经里面 奸淫这个词 很多时候不单单 是指的人肉体方面的 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在灵性当中的奸淫 也就是对神的不忠 三心二意 去敬拜假神偶像 也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有人试探的 就被蛇所灭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在旷野当中 以色列人最多的 就是发怨言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像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 再一次提醒我们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 这模式的人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我想这里说的话 是足够分量让我们明白 但是感谢主 这里也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就是接下来所告诉我们的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会受到各样的试探 来自魔鬼撒旦的 来自我们自身的 私欲的 来自于这个与神为敌的 世界的 各样的试探 所以对你来说 你当下所面临的 最大的试探是什么 有什么阻止你 去听从神的话语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 又再一次透过 哥林多前书 提醒我们 引以为界 所以当摩西在这个时候 他知道他行将离世的时候 他把最宝贵的东西 要传承给以色列百姓 那么弟兄姐妹 我们最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 假如你知道自己 还有一周就要离世 你是否清楚 自己将往哪里去 然后 你留给后人的传承是什么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 都能够清楚知道 我们将要 去与我们的主 同在的时候 我们也都愿意跟摩西一样 我们把我们坚守的 最宝贵的 传承给我们的后代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神的话语 求神帮助我们 也求神赐福 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和我们的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